我84年的餐饮创业17年 然后在法国开过店的国内也开过店 也做了十几年的餐饮咨询 开过几百家关过几百家 现在一年的收入体量千万级 大概在全款有200万粉丝 你凭什么挣到钱 到底现在手里揣到有30万的现金 我说我想创业 想干餐饮 你怎么推荐 其实最好的方向还是中小餐饮 像现在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饮品赛道 咖啡甚至是包括各地的可能性的还有茶饮 我知道很多人会喷茶饮 现在肯定已经不能干了 但是我可以坚决地告诉你 从我们视角来说 它还是可以干的 只是它需要新的干法 饭火锅类也是很好的赛道 然后小吃类 在后台供应链能标准化的 做鸡的都是很好的赛道 为什么 中国有一句话叫做鸡的都赢了 这不是一句玩笑 这是事实 因为机的供应链先天的标准化程度 和它在价值感上的体现 和它的成本上的低 中间会留下足够的利润空间 我现在就是手里握了点钱 然后我是个24-5岁 然后我社会经验比较缺乏 但是我在一个二三级城市 我急需两家户口要结婚 这么一个年轻人来说 他应该怎么分几步来做这事 选择一个你自己比较喜欢的东西 先去打工三个月 了解它的内部具体的操作步骤 它的盈利模型 它用人管人的整体逻辑 它的毛利 它的客流 所有这些东西你要先通过打工去了解到 然后再验证一下 在打工过程中 你能不能扛得住每天这样的一个工作量 劳动强度 因为很多人是自己以为自己可以的 就是做早餐都是死在了起不来上 先验证一下 因为我们说有一个东西 首先叫知生意 但是下一步其实知自己 这个生意很好 你自己合不合适 OK 打工三个月 打工三个月 要验证的东西很多 是的 验证完之后 建议你从摆摊 开始去实践你的销售能力 和你对于产品的把控能力 怎么跟摆摊法 就是举个例子 哪怕说你去一个炸鸡店去打工 打工完之后 你都可以把去上网买一些 这类型的产品 买个炸炉 推个小摊 哪怕说你跟到你小区门口去买 小区门口可能人家会差一点 但是你只能验证出来 这个口味是有人买并且有复购的 你就基本上对这个产品 其实是有心理上的信心的 那么这个摆摊要多长时间 可以验证到复购 最起码一个到两个月 一到两个月 对 如果一到两个月之内 你已经验证到说 比方说第一天过来购买的人 他后边已经能够 每星期都过来购买 甚至每两天都过来购买一次 那说明你的产品 其实营作的 整个价格调整比较好 你对于产品和价位的把控 其实是很合理的 为什么没有绝对的好吃 核心的原因就是因为 当价格过贵的时候 它也不会好吃 你的期待值也不一样 所以你自己对于定价 有没有了解 对于产品有没有了解 复购率是个结果 对 有复购就说明 你的产品和你的价位是合理的 其实不一定是 你能做出来多高的营业额 应该是首先去考虑你做复购率 那在多少的复购率的情况下 我可以说可以办这个事 基本上就像我说的 如果你能达到 你的产品能够达到每周一次 最起码 如果这个没有打通 退回去重新选一个 品类继续干 对 就是你在每个月去验证赛道的时候 你可以花一个月时间来验证 这个产品我不OK 比方说你做个鸡牌 好 能不能卖掉 不好卖 换掉它 你换个卤位 你能不能再给它定个价 再把卫星做好 能好卖 或者说还不行 再换掉 换个寿司 放在小区门口 能不能卖 最终其实你要验证的 就是你对于产品的口味把控 流程把控 然后以及定价的逻辑 最终靠复购率 来验证你自己的产品 是不是在市场上 真的有市场 OK 就是赛道这个事 你举你的经验 因为我们刚才讲的 饭火锅 想吃鸡 咖啡 茶饮 还有很多 汤 粉 面 米线 这个赛道怎么样 我为什么会首推 这几个赛道 有一个很核心的原因 就是我们谈到了一个关键词 叫供应链价值 我举个例子来说 我们去开一家店验证成功 这是你的第一步 但谁都不希望你的上限 就被锁在一家店上 但是你能不能从一家店到十家店 跟你的管理能力 跟你的自我成长 当然有关 但是核心取决于这个东西 就是它本身 有没有供应链价值 我刚才说的那几个产品 饭火锅类 还是茶饮 饮品 咖啡 或者说是鸡 它其实都是有供应链价值的赛道 怎么讲这供应链价值 供应链价值就很简单 就是随着你的体量增大 你在采购价格上 有没有断崖式的下降 了解 就是规模化的采购的优势 是的 我们举个例子来说 牛肉羊肉 你无论如何都无法获得供应链价值 它就是那么多成本 它就是那么多成本 而且它的价格波动还很明显 到最后你会反向被供应链绑架 就是因为你体量大了 你需要那么多肉 它开车什么价格 你最接受 那汤粉面呢 符合这个逻辑吗 汤粉面其实一定程度上来讲的话 面不符合 粉是符合的 汤一定程度上来讲也符合 但是汤的市场空间其实有限 我们综合性要考虑这个事 就是我们经常会说一句话 叫市场需求 门店标准化和供应链价值 这是不可能三角 你在这个不可能三角里边 找到了一个三相三维合一的七级点 这个就是一个万店品牌的基因 一个真正能做大的基因 能够具备供应链价值 又很标准的出品 但是消费者就很喜欢 大概率不是这样子 大概率是你做的越不标准 消费者越喜欢 消费者为什么喜欢那些百年老店 为什么喜欢纯手工的品牌 就是因为他觉得那种东西才有温度 但是你如何把一个没有温度的东西 用一个高品高价卖给消费者 这才是你能够真正把这个生意做大的核心 也就是消费者其实 他是很模糊的 他并不知道他到底要什么 但是很多品类 就是因为你刚开始选择的时候 他的消费品次子就是有上限的 或者他的消费属性就是有上限的 或者说他对于这个东西的 接受就是有上限的 那你自然你随着底下的两个三角 你就很难长大 就是三个点找到两个点能挣钱 三个点找到三个点 你就是万点比赛 就跟你的管理能力都没关系 如果你能验证这三个点 其实下个阶段在餐饮上来说 你就算不会管理也会有人帮你 因为大家都在看好项目 人才和资源和钱都往好的项目集中 打工三个月选赛道 摆摊验证 跑MVP 这就是最小失措模型 然后第三步开始开店了 第三步如果验证完之后 你就可以去根据你的客单架 根据你的消费人群 去选择一个位置 试开你自己的店 你建议是多大平的 一开始的话最好能够越小越好 30平到60平 一个小店继续去验证你的模型 在社群里面 对很小的汤匙 你可以坐上个几个座位 做一个扁脚的很小的汤匙 去试一试 你说像这小火锅 这很难做30平米的 很多是可以的 你看我刚才说的那几个赛道 其实都是可以的 就是饭火锅类的麻烫 其实30到60平是OK可以接受的 傅小姐在成都里面 对她是可以接受的 然后茶饮先天外带 咖啡先天外带 炸鸡也是一样 就是这些模型里面 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我们经常会讲说 在餐饮核心模型里边 贫效和人效 是两个很难控制的东西 但是先天外带的 就相当于它的贫效极其高 我们正常情况下 经常会说餐饮 餐饮的核心的 唐食的门店会取决于什么 取决于你的翻台率 因为你的营业额 是客单价乘以客单数 对吧 你的客单价一般来讲是确定的 对吧 你30的快钱的店 有人再能吃 也不可能在那吃到100 客单价是确定的 所以说它取决于 你的单位用餐时间之内的 一个翻台率 你翻台翻得越多 意思是客单数就越多 这样你就乘出来东方营业额 你想一想外带的门店 天天没有座位 它就不需要去考虑翻台的问题 它的客单数就可以无限往上乘 了解了 它一个30平的店 一天干1万都有可能 干2万都有可能 甚至干10万的也有 一个30平的小店 在一个二三线城市投入 大概多少钱 基本上20万以内 20万以内 OK 外卖要做 外卖一定要做 现在来讲 打头开始就 打头开始就要做 你在考虑自己的模型的时候 现在最好是能够 把所有的可能性都挂上 好 我现在说一个创业者 已经把这个店开起来了 老板很容易投身到 一线的动手的事务里面去 你怎么看 就是通过数据化的复盘 来看它整个店的模型 就是一个月 两个月数据跑出来了 就是一共三项成本 房租 人工 原材料 房租成本是你不可变的 完全不可动 原材料成本 有可能会降低 是你规模以上的时候 所以核心的就在于 你能不能够做一个产品 用够低的人工 挣到够多的钱 就是这个单链模型 好的衡量标准 只要这个事能跑通 我知道通过规模 你的原材料成本会下降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模型 你下降的这种原材料成本 可以弥补掉 你成长之后带来的管理成本 那好 如果说出现这样的模型 我就会立刻跑过去 就聊一聊说 哥们儿有没有想做大了一下 就是如果你用了过高的人工 你做出来了一个单店 还不错的业绩 但是我们看到 你这个店的供应链价值没有 标准化价值没有 将来通过标准化的成长 通过多电的成长 无法让你的供应链的成本降低 但是你的人工始终那么大 随着你店越开越多 你的人工会越来越多 因为你多电之后 你还有人工的上层管理成本 了解 这个事就没有什么投资的余地了 我们家聊 说到了第五个阶段 电长了 从一家店到三五家店到十家店 这个过程中 这个创业者会发生什么变化 这就是我们说 其实厨子当老板 厨子当老板其实很简单 他在第一家店的时候 他是一个厨子 他是一个产品研发者 他是一个门店的服务员 他是离客户最近的 三家店之后 他就要学会当一个店长 当一个管理者 因为他要交其他店长怎么管理 到十家店之后 他的产品研发的这种职能 和所有的一种东西 都已经降得非常非常多 他突然发现 自己得汇财物 汇人士 汇公司管理 汇员工机 跟原来当厨子不是一回事 完全不是一回事 所以他难就难在这 你在这成长过程中 其实在每一个阶段下 你的身份是在不断转变的 你看似他只是增加了这个店 对 实则这个人已经完全变成另外一个 完全没有另外一个人 他每个阶段侧重点不一样 第一家店的时候 他的侧重点一定是产品 第三家店的时候 他的侧重点一定是店型 等他到十家店 他的侧重点一定是管理 那么其实对餐饮专者来说 他迭代学习的能力非常强 他必须在这个过程中快速迭代 那么这个问题 可不可以通过合伙人来解决 优良的合伙人是可以解决的 那么我们再说 这个十家店 他已经他才是老板思维了 他要学人事财务 包括法务 可能这些等等这些东西 到了100家到500家 他又会有什么问题 他就要去学供应链 学商业模式 学品牌操作 就要学曝光学营销 学更多的怎么样 能够把自己这个品牌去 真正在公众面前成长的 这又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逻辑 我们如果说以互联网公司 大家作为上市 是作为唯一的依据来说的话 但餐饮人其实会停在 中间的不同的阶段 有的人停在一家店 有的人停在了三家店 有的人停在了100家店 有的人停在了1000家店 有的人做到了1万家店 但是不同的阶段 身下下来不同的人 餐饮的企业家 跟其他行业的企业家 你觉得区别在什么 99.9%以上的餐饮企业家 都是实干出来的 都是从一线干出来的 中国未来 你觉得近5到10年 涌现出来的大的机会 对餐饮来说 会是什么品类 标准来讲的话 仍然有巨大的机会 这是一个百分之百 中国近10年以来的餐饮 出现过的最好的红利 然后第二个赛道 是饭火锅类 凡是跟火锅相关的 因为它是一个先天标准化的赛道 茂菜 茂菜 马拉套 这都是仍然是最好的一个模型 然后第三个 就是我说的 跟机有关的 所有的一切的快餐 小吃 别所有的东西 然后第四个 就相对起来 不是属于餐饮的赛道 真正能上市在背后 还有大量的供应链企业 做弊端供应的 中国餐饮品牌出海有机会吗 有 大机会 怎么讲 在国外待过这么多年 国外餐饮的内缘程度 是远不如中国餐饮的 首先茶饮的出海 已经被证明了 日出茶菜 coco 在国外都得到比较好的成绩 因为相对于咖啡来说 我们不能不说一句话 奶茶真的比咖啡好喝很多 这是一个大的事实 国外的人更喜欢偏甜的东西 更喜欢卫星 更丰富的彩的东西 所以咖啡一定是打不过奶茶的 奶茶的出海 会造成一个超级大的企业 未来的冰冰城有没有可能成为 在全球十万家 谁都不知道